我们上课 今天是我们电商项目最后一天了 淘淘商城第十二天 最后一天 今天我们就没有什么代码任务了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部署一下 那么咱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我们十一天讲点什么东西 行回顾一下吧 第十一天内容回顾 我们想想我们第十一天想什么了 第十一天内容其实说多也不多 说少也不少是吧 两大块功能 但是我们两大块实现的 其实并不是特别完善是吧 购物车 第一是购物车 第二是订单系统 那么这个购物车里面 我们说购物车 现在现阶段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来实现的 使用cookie是吧 把这个购物车信息放到cookie里面 放入cookie 这种方式呢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 你可以不用占用我们服务端的资源 是吧 基本上我们把这个购物车放到cookie里面 你就不用往ready里面放 是吧 不用占用我们服务端的资源 而且呢 这种实现起来是不是比较简单 实现简单 不占用 服务端的资源 这是我们这个它的特点是吧 但是它也有缺点 什么缺点 如果你一旦更换了设备之后 这个购物车是不是这个信息是不能同步的 是更换设备后 购物车的这个信息不能同步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这个电脑这段下了订单 然后你拿手机 你在登录的时候 是不是购物车根本看不到 那么应该怎么解决 这种时候 我们之前是不是说解决方案了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是当用户登录的情况下 是吧 解决方案 当用户登录后 需要把这个cookie中的购物车信息 同步到redis 是吧 同步到redis 当然 有的同学说 我同步到数据库里面行不行啊 当然也可以 是吧 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你那个 如果同步到数据库里面 每次用户都去查购物车 都去查数据库 这时候会给数据库造成很大压力 是吧 所以这时候还是 不建议放到数据库里面 还是放到redis里面 比较好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放到redis里面 redis也叫数据库 是不是 虽然叫no solo数据库 但是也是一种数据库 也是可以持久化的 所以我们把放到redis里面 也是很理想的一种情况 这是我们购物车 然后这个订单系统 订单系统 这里面其实这个订单系统 是只是纯发布一个服务 是吧 发布一个订单 发布服务 订单相关的服务 订单相关的服务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服务 就是创建订单 是吧 创建订单 那么创建订单了之后呢 这个订单服务 是不是可以在我们PC端 也能调用 移动端是不是也能使用 那么这个是PC端 和移动端 使用同一个服务 是吧 同一个服务 这时候我们这个代码 相当于就复用了 这是我们这个订单系统 它在设计的这个特点 要注意一个注意点 这个订单要生成订单的时候 你不要把这个订单 写到缓存里面去 生成订单的过程 是吧 订单的过程 全部使用 全部使用这个 关系型数据库 是吧 关系型数据库 这样需要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是吧 这是我们这个订单系统 这是我们第十一演讲这些内容 啊 这些章子